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跟新一帝以为 我们是在跟他们聊他们的恋爱次数吗 对不对 不就问他们五个人吗 你是今天的重要来宾 你要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 我看没有这个环节好像 没有这个环节吗 对 最脚踏的店是给你自己踩的 对我自己买的 一个人为什么买两个呢 他还有一个后备箱的一个吗 前面 中间 后备箱 那你都在谁 自己开车 那个小车只能坐基本坐 坐两个人不太舒服 所以你是个孤独寂寞的人 挺孤独 我感觉今天他快被康熙逼疯了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恋情的问题 但是他就是一直被挖坑 但是还好没怎么太跳 这个比较谨慎 你比较谨慎 我觉得那个看我对她的爱琴姐 就是今天对她的各种 玩乐 还算可惜吗 就是有留情吗 你感觉 我觉得还挺留情的嘛 其实她应该自己也还 不太介意吧 应该 我觉得今天她的表现怎么样 就是被看我对她的爱琴姐 各种的爱琴姐 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感觉今天这期节目 整齐下来都很欢乐 那你自己会不会好奇就是被拍到那么多次 为什么还不承认那些 她可能有她的考虑嘛 人红考虑就多 是吧 对 嗯 她也其实没有承认或者不承认吧 每次就是不理随便 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比较敢做 敢当的人 就每一次出去也没有污着脸 戴着帽子 她从来不做这些事情 就是大家就拍吧 她内心应该想被拍得要死吧 可能 开玩笑了 嗯 她就不承认啊 就是看我对她的爱琴姐 那么 她的爱琴姐 就是这么一样 她就 她就是可能 还是会替别人 替对方考虑一下吧 嗯 我猜想 我猜测 像这样很出名的一些演员 一些艺人们 他们其实每天私生活经常被报道的话也不好 但是我今天看到林更新的粉丝们 确实非常的 嗯 有一些素质 因为主持人在问大家想不想知道什么 他们都摇头 就不想特别关注明星们的一些私生活 这一点大家现在越来越好了 人不愿意承认就不承认嘛 干嘛非逼着人家承认呢 那人家肯定有人家的道理啊 对 我觉得这种事就是 嗯 人家想说的时候 自然你不问人家就会自己说了 但是你要 人家不想说的时候 可能觉得时候还没到啊 可能各种原因嘛 然后就是 你怎么问人家 也不想跟你透露 对吧 这是她的自由啊 反正照片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她不承认有什么用呢 不管怎么样 还是祝福林更新和她的女朋友 能够长长久久 白头到老 嗯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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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